鸿门宴在这被称为晚清最残忍的五宴面前,其残忍程度和新颜子的数量还得往后烧个十万八千里,因为鸿门宴虽然让项羽乌江自吻,霸王别姬,悲壮凄惨无比。 但是,其实他们的鸿门宴一切的变数都很大,无论是哪个环节,只要项羽稍稍收敛一下自己的霸王气魄,自大之心,斩杀了刘邦,那么这江山项羽就还有得完。 但是晚清最残忍的五宴,当所有人上了餐桌,喜气洋洋地准备动快,大快躲移的时候,策划这场晚清最残忍五宴的人,就直接了当地将参加这场五宴的八个人就地射杀。 紧接着就是对几万人的肃清,而这位动手干净利落,策划五宴的人,却是大名鼎鼎的清朝名臣李鸿章。 而李鸿章一向是以沉稳内敛,善于隐忍著称的,是什么让李鸿章策划这场如此的杀伐果断,心狠手辣的五宴呢? 这八位将领究竟如何得罪了李鸿章?难道有什么深仇大恨? 让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肩鸿门宴的晚清最残忍五宴,看看李鸿章是如何下一盘大棋的,1863年冬天,一如以往,江淮一带下起了鹅毛大雪。 气温极低,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太平天国的战事,这时,清,太平军正在战场上激战正憨,李鸿章带着他的军队,熊啾啾气昂昂地进入了久已继于已久的苏州城内, 原来,太平国八位镇守苏州的大将已经联合起来,向李鸿章投诚,于是李鸿章兵不屑任,夺回了重镇苏州,李鸿章究竟是用了什么办法,才能让八位大将这么痛快地投降? 太平天国历史上曾出现过陈玉成,中王李秀成两位将士,他们都是太平天国与清王朝抗争的关键人物,而清王朝平定太平天国。 主要依靠的是曾国藩的军队,也有曾国权和李鸿章等爱国将领,1861年,陈玉成率部与曾国藩的乡军相遇,双方与安庆激战,李秀成成绩向南进军苏州和杭州,取得胜利, 自此,太平军在江南的苏南基地得以建立,古人说,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,苏杭两省自古以来就是富庶的鱼米之乡。 太平军一度沾沾自喜,慈禧太后感到非常不安,他不敢失去自己的国土,便下令乡军立即东进,与太平军决战,夺回失去的土地。 可是乡军在曾国藩的统帅之下,曾国藩也不愿意因为慈禧太后的一句话,就让将士们白白送死,所以他建议先修整一下,然后再进攻,慈禧无可奈何,只好接受曾国藩的意见,此时李鸿章自告奋勇,领兵进攻苏杭,慈禧大喜,清政府聘用美国人华尔率领的洋枪部队,并在装备精良的情况下,将其扩充为长盛军,一路北上, 李鸿章指挥下,清军屡战屡胜,连夺嘉定,昆山和吴江,1863年,清军收复了数座城市,并将目光投向了苏州,当时的江南重镇,也就是当时的江苏省会驻守此地的将军,乃是天国赫赫有名的名将李秀成。 不过他当时正进攻曾国权,并没有留在城内,而是将谭少光与告永宽两位将军等人留在了这里,这座城市也是戒备森严,到处都是火炮,李鸿章的淮军与戈登的长盛军几次冲击,都是无功而返,死伤惨重,负责镇守苏州的告永宽,以及其他八名太平天国将军,都是心怀鬼胎, 他们并不是真的要与清军拼命,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家人,但是谭少光这个老将却是铁了心要跟清兵作对,所以这八位将领也是犹豫不决,决定让自己的军队。 先听谭少光的李鸿章的幕僚,英国人戈登听了之后,提出昭安,若把这八位将军给昭安,那便只有谭少光,清兵将不战而胜,就算他们不信任李鸿章,他也能拿出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来保证这一点,如此一来,这八名太平天国的武将就有了更大的机会投降,李鸿章终于同意了戈登的建议,并且安排了程学起, 这位曾经投靠满清的将军前去昭安,有了戈登的担保,那八个人都很干脆地选择了臣服,并且策划了一场斩首行动,把谭少光的脑袋割了下来。 以表忠心,八位将领受李鸿章的召唤,纷纷以实际行动向大清表示自己的赤子之心,李鸿章虽然表面上答应八位将军归顺,其实心里早就打定主意了,他下定决心,一定要将所有的隐患都铲除干净。 所以,没过几日,八大将军就收到李鸿章的请帖,说朝廷已经备好了棺袍和棺印,要设宴庆贺,八人入席就坐,李鸿章便说,恭喜各位,我已向朝廷请示,你们的要求皆可实现,不成问题。 话音刚落,便有八个兵士每人捧着一套红顶花铃向他们成递。 八个人韭菜来不及吃一口,便眉开眼笑地伸手去接红顶五福,这绝对是二品高官了,八人只顾着高兴,却不知道这八个兵士都是精挑细选的武林高手,东西还没接到手里,武士手里的刀已经砍上了他们的脖子,不过是电光火石之间,高永宽等八人便倒下归西了。 他们八人死了之后,李鸿章又带兵到城内,将他们的部下家属杀了个遍,具体多少难以考证,但以太平天国留守苏州城的兵士数量来说,最少有两万多人,杀了两万多人,最后也只有一个叫戈登的英国人,跳出来痛斥李鸿章,心狠手辣。 他是洋枪队的指挥官,洋枪队提供的情报,拿下苏州城,他没有分到好处,最后李鸿章给了他一万大洋,他便也闭嘴了。 李鸿章为何诛杀太平军八大叛徒,一场午宴,无数生灵涂炭,令人发指,从李鸿章的立场出发,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动机,虽然将领归降,但并不代表所有太平军愿意投降。 一旦有人心生意志,整支军队的稳定性将大打折扣,李鸿章选择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,这可能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计,然而,站在旁观者的角度,李鸿章的做法无疑过于残忍。 数万无辜的生命瞬间消失,回顾太平天国运动的初衷,其目标是推翻清政府,与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浴血奋斗,在混乱的时代背景下,谭少光被自己部下所杀,而投降的几人导致了几万兄弟的死亡。 李鸿章作为晚清臣子,作为中国人,面临着许多被迫的选择。 虽然这件事情让李鸿章的名声变得更加残酷,但我们是否能说他的行为完全错误呢? 这是一个难以评判的问题,毕竟,落后就要挨打,这场残忍的午宴和当时的中国时局充分展示了这句话的意义。 苏州沙祥事件,因为太过于血腥残忍,因此成为了李鸿章一生的污点,要说李鸿章心狠手辣不地道,告永宽等八王,卖主囚龙居傲愚蠢,他们死的也不算无辜,无辜的是那两万多名兵士,他们只是倒霉跟错了人。 这段显为人知的历史,实际上从侧面揭示了太平天国必然走向灭亡的结局。 7初期,从广西津田村走出的农民仅占整体太平军的不到五分之一,那些信念动摇的太平军难以承担其伟大责任,太平军八大将领的投降,以及后来太平天国因为内讧而分裂。 最终被清剿的结局,从发展的源头来看,注定了太平天国的前途并不乐观,小农思想的局限性成为束缚内部发展的主要原因,同时,失去宗教信仰的色彩使太平军难以安抚军心。 即便李鸿章未参与这次鸿门宴在怀军的冲击下,他们也注定溃不成军,自古以来背叛组织,出卖国家的人。 注定不得善终,当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时,终究无法逃脱命运的残酷摧残。 相比之下,曾誓死效忠李秀成的谭少光虽然不幸遇难,却表现出了八大将领所缺失的坚定骨气。 李鸿章作为晚清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,他的智慧和谋略确实令人叹服,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的行为背后的复杂性和多面性,在评价历史人物时,我们应该保持客观和公正的态度,不盲目崇拜或贬低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从历史中汲取到真正的智慧和启示。 但是,最后,我想说的是,历史是一面镜子,它可以让我们看到过去的辉煌和荣耀,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过去的黑暗和丑陋,但无论历史是怎样的,它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,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。 为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吧。 那么,对于李鸿章的这场鸿门宴,你怎么看呢?